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修根基的人呢 信愿辞明 就能够横朝三界 顿出轮回 这是善巧方便 不可思议啊 顿悟根基的人 念心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念心 念法生佛 直了成佛 不可思议啊 第二呢 是正果不可思议 其他无量的佛净土呢 都难以做到一生一切生 而西方极乐净土 哪怕只是生 凡胜同居土 上山土都圆容无岸呀 第三是方法不可思议 这个是十方无量诸佛的法文 都难以达到底呀 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念一句 阿弥陀佛就好了 人人可修 人人可证 人人可成 顿出轮回呀 第四呢 是成就的速度 不可思议 信愿辞明一日乃至七日 就能超出轮回 我们修这个 念佛原通章里面讲的 念佛三昧呀 释迦摩尼佛在经上说 是日节相悖 一天等于一节 如果你是根气好 那么修一天等于一节 那么三日呢 都可以正三昧呀 所以是成就速度 不可思议呀 根气来自于呢 那个造了五逆十恶重罪的人 临终有善知识教导呢 都能够临终十年呢 都能往生净土 这个成就的速度呢 是其他任何法门 都难以比拟的呀 所能言尽说 是法日节相悖 修念佛三昧呢 对于大开元节的人来说啊 修一日就等于修一节 所以说呢 不利生其或法生呢 不需要经历三大 而生其节 而能够成就无生法人 乃至于呢 三日就能成就念佛三昧 第五呢 是种词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既法界葬身 极乐世界 既莲花葬海 就是花葬世界呀 所以见一佛 既为见五量佛 生一净土 既为生五量净土 念一佛 既是念一切佛 既为一切佛 之所互念 所以古德的净土师呢 赞叹极乐世界的书圣 说呢 慈上藕花 花上人 佛光来造 紫金身 更闻妙法 除心垢 禁就迷情 出苦轮 这描述我们 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啊 慈上呢 七宝慈上莲花开了 佛光来造紫金身呢 每个人都是 深如紫金光色 同于阿弥陀佛 向好庄严呢 生光触体 沉柔软 月聚流空 月聚流音 说苦空 却以雕兰 万宝树 无边佛果 在其中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些宝树之间 有微妙的罗网 这个中间就能够映现出十方诸佛 净土的状况 所以呢 无边佛果在其中啊 举步 便有成典国 立身中莽 灭旁阴 说婆界上光阴短 极乐 知经 几节春 举步 便有成典国啊 万神的西方极乐世界里的人呢 都有神通啊 常以清淡 各以一格 沉重妙花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吃一顿饭的时间呢 就能够 辩供 他方十万亿佛啊 那么 所以说呢 举步便有成典国啊 然后呢 是大师自菩萨 他说 利他利 修行 前面是呢 策动于自利点 这里面讲 后面呢就讲利他 经于此界 舍念佛人 归于净土 那么此界呢 就是指娑婆世界啊 舍呢 就是舍受接引啊 净土呢 当然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了 大师自菩萨说呢 我舍受加持 娑婆世界里念佛人 他们 在生时呢 就以威神力加持 利念佛人 不忘实正念 灵命中时呢 以愿力接引念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归于净土啊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归于净土 第二呢是怎样修行 才能归于净土 第三呢是归于净土 有哪几种品味 先说第一个是 为什么要归于净土啊 这个我们学了很多的净土的法 当然都知道 比如说娑婆有八苦啊 极乐世界呢 但受种种妙乐啊 娑婆世界呢 是八苦交间啊 首先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有分段生死之苦啊 来自于娑婆世界的贤胜呢 还有变异生死之苦啊 而极乐世界众生 但受莲花化身之乐啊 第二呢是说婆世界的众生有劳苦啊 赞导大师有一个诗迹说呢 渐渐鸡皮鹤鹤发 看看行不隆中 假饶金玉满堂 难免衰残老病 众有千帮快乐 无常 忠实到来 唯有进入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所以 面对这个身脑病之苦 要归心净土 念弥陀啊 而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他没有衰老之苦 但受向好远莽之乐啊 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莲花开后啊 都是向好庄严 同阿弥陀佛 这个是阿弥陀佛 因地愿力加持 所成就的啊 第三点呢 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呢 有种种的病苦 来自于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你看尤其是现在啊 你去医院一查 很多都是癌症呢 所以 所以呢 虽然医学很聪明 但是呢 实际上病苦啊 还是对我们困扰很大 而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无足病苦 但受自在康健之乐啊 第四呢 是娑婆世界的众生 灵命中时 苦不堪言 四大分离的时候呢 就好像一只活乌龟 要脱壳一样痛苦啊 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没有四大分离的死苦 但受寿命无量之乐 那么第五种呢 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呢 没有恩爱别离之苦 但受海会相聚之乐啊 与海会圣众 相聚在一起呢 学修佛法 其乐融融啊 第六呢 是极乐世界的众生 没有愿争慧郁之苦啊 没有冤家聚会 互相处脑之苦啊 但受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之乐啊 第七呢 是极乐世界的众生 没有所求不得之苦啊 但受自在如意之乐 想依依来想识识字啊 想依依来 随意美妙之福呢 自然在生呢 想识识字呢 识必诚实之句 自然化去 也不需要那么麻烦 去为了一死而奔波啊 那我们如果懂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束的平方啊 我们就能够明白极乐世界 这个想依依来的原理 因为能量就是释放了的物质 而物质呢是闭锁了的能量啊 说破世界因为它有隔别之苦啊 所以呢不能够自在转化 而极乐世界呢 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自在的切换啊 所以呢极乐世界的众生一念之间 它的心的能量呢就转化为物质 所以呢就想依依来呀 想识识字啊 第八呢是极乐世界众生 没有五因赐胜之苦 但受照见五运皆空之乐啊 那么由这些苦乐的比较呢 我们就可以明白 所以呢要艳离娑婆求生极乐归于净土啊 欧义大师呢按照四种净土来比较 前面呢我们所讲的那些八苦啊 和八乐的比较呢 还只是对于凡夫众生来说的 那么还只是在凡胜同居土这个层面来说的啊 事实上呢 更圆满的是可以按照仕途来比较 欧义大师说呢 说婆世界凡胜同居土的众生呢 有分断生死的生老病死苦啊 爱别离愿真会求不得 五因赐胜苦啊 三苦八苦无量交间啊 而极乐世界凡胜同居土呢 是五着亲啊 没有分断生死的八苦 但受不病不老自在游行 天一天时诸善俱会等乐啊 说婆世界方便有余土呢 还有成空自济之苦 而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净土 是体光桥无成空自济之苦 但受游戏神通等乐呀 说婆世界呢 说婆世界呢 那个小圣呢 他们呢还只是正德 我空 就是呢 断了 那个 见货失货 断了见货失货 但是呢 还是会有对法的这种不究竟啊 所以呢 是不能够融通啊 而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净土呢 是体光桥啊 不但我空 法意如晃 那么体色入空啊 巧妙的阵入 称为呢 体光桥 说婆世界 实报庄严土的菩萨呢 还有格别不容之苦 极乐世界 实报庄严净土啊 是心旷源 没有格别不容之苦 但受无碍 不思意之乐 极乐世界的 常寄光净土呢 是寄光究竟等 没有法身渗漏 珍藏流注之苦 但受称性圆芒 究竟之乐 所以呢 说婆世界的凡胜 都要归于净土 第二方面呢 就是怎样修行 才能归于净土呢 那我们都众所周知呢 就是要具足 性愿恒三之良呢 偶尔大师说呢 得身与否 全有性愿之有 品位高低 全有慈明之深浅 性呢包含了六性 性自信他 性事信礼 性因信果 深信 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一报正报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 怨恨之所成就 一切种子呢 之所化现 从众生边来说呢 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报正报庄严呢 是念佛人 敬业所感 为时所变 所以说 全理成事 全事继理 全信起修 全修再信 举法界体 成六字弘明 是全理成事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呢 所成就的 度化十方佛世界 一切众生的 无上方便了 这是从佛这边来说 是呢 全理成事 从众生这边来说呢 是全事继理呀 我们还没有正入理体 但是呢 我们也有散调方便 但能称厌六字弘明 以这个三桥方便呢 就能够合法界 合法界体呀 就能够与一真法界 相应呢 就是呢 全事继理呀 就是呢 众生信愿 辞明 所得的真实利益呀 这是指信 愿呢 是要愿离娑婆 愿生极乐 愿当来回入城牢 广度众生 愿以念佛心 归于净土 愿求无上道 度化众生 我们要有求生西方极乐 净土的强大的愿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愿力强呢 一定可以往生极乐 净土圣贤路上面也说了一个公案 是说北宋的时候啊 荷兰开封 大象国寺呢 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丛林 那么当时这个课堂里面有一个小造课 很是乖巧伶俐啊 年纪也很小 很乖巧伶俐 那么客人来了的话呢 端茶送水呀 礼貌啊都非常周到 那么大众呢 也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室院里面呢 正在举行大法会呀 所以呢就来了很多的法师 居士和香客 那然后呢 有一个卖花的人呢 他也赶着 赶着这个人多呢 他也来做生意了 他也挑了一袋鲜花的来卖 卖完花以后呢 手上有泥巴呀 就很脏 就跑到客堂里面去 借一个盆子呢 来洗手 那这个小造课呢 就挺不情愿 就看他挺脏啊 挺不情愿的 就拿了个盆子给他 哪里知道这个卖花人呢 他大摇大摆 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自己倒水 拿这个盆子来洗 洗的盲盆都是黑水 都是污水 洗了以后呢 他又不问自取 在客堂里面拿一条新毛巾 把那个雪白的毛巾呢 擦在黑黑里 就随手一扔 那他小造课就 小嘛 小孩子小嘛 就很生气 就无名火起啊 拿起那个卖花人的扁担 就照他的头敲下去 本来是想教训他一下 哪里知道这一下就 因为很生气嘛 一下下手就太重 把那个卖花人打死了 糟糕了 小他们很害怕呀 马上换了手脚了 也不敢去找师父 也不敢跟谁商量 看了一下子把那个人敲得没气了 就很害怕 马上呢 就卷起包袱就跑了 一路呢 跑到五台山去了 那你看 那由河南跑到山西 跑到五台山呢 就隐姓埋名啊 到世界里面修行 就住在那个总池寺 住在总池寺呢 一修行了就修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他很精进 为什么 因为他内心里面一直很惭愧呀 因为他曾经过世杀人呢 所以想着我此生不了 到我将来一定是堕落啊 所以一刻都不敢懈怠 非常精进 然后呢 因为精进用功力缘故 所以就开悟了 后来呢 他就做了那个总池寺的方丈 二十年以后的一天呢 他突然之间呢 就丰富呢 明追击众到法堂 那个时候禅士很多嘛 那方丈和尚要上堂说法 说到法堂去 然后呢明追击众 然后这个维诺斯就很奇怪 就跑来问呢 说大和尚啊 今天并没有谁来请法呀 你老人家为什么要击众上堂说法呢 那么这个方丈就说啊 今天呢请大众来看老生了却二十年前一段公案 那么大众呢就马上就云集到那个法堂了 那个时候呢 宋朝里有一个大将啊叫张俊 他的那个部队呢 也正是驻扎在五台山 那么有一部分官兵呢 就啊来游览五台山 刚好呢有一些那些走到那个种词寺来了 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一个士兵呢 突然之间呢他就 莫名其妙他就闯到这个法堂里面来了 而且呢一闯入法堂啊 他看到坐在法座上这个方丈啊 这个老和尚他就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呢 他就很生气 然后就弯弓大剑 他准备射死他 那么这个方丈和尚关注在法座上呢 就说请你射我啊 哎这个士兵大词一惊哦 他本来是想想射死他呢 然后听他这么一说反而就犹豫不决了 所以呢他就很奇怪的问 说老和尚啊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了 我第一次见你啊 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生气 我就想杀死你呢 很奇怪 这人跟人的缘分很奇怪 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莫名其妙就很欢喜 有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人莫名其妙呢 就不高兴 这个当然是因为素食的缘了 素食的缘了 那么这个老和尚呢 就把二十年前那段公案说了 说你今年十八岁啊 你现在十八岁啊 但是其实你的前身呢 是曾经到开封相国是卖花的那个人 那我失手把你打死了 所以呢你现在一看到我就生气 那么这个士兵听了这个公案以后啊 就恍然大悟 他就站在那个法堂里面呢 就说了一个记者说 冤冤相报何时了 历劫相残岂偶然 不若与思聚解释 而今立地上西天 历劫相残岂偶然啊 相互之间这个因因果果 那个冤冤相报呢 都不是偶然的啊 一定有素食的因果啊 所以呢现在呢 不若与思聚解释 我愿意跟你呢解冤四劫啊 而今立地上西天 说完以后呢 他就高声念阿弥陀佛 大概也就念了十来句啊 他手里面还拿着弓箭呢 他就站在那里面 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那么这个方丈和尚呢 也坐在法座上面念佛 远记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看两个人都很快 尤其是那个士兵啊 很殊胜呢 他原来他没有 也没有怎么去拜佛念佛 但是他有这种强大的愿力 他觉得在这个人世间 冤冤相报 纠缠不休没意思啊 所以呢高声念阿弥陀佛 就念了十来句呢 就往生了 这个是强大的愿力啊 所以成就了 那么两人呢 全身的障碍也都消除了 同生极乐了 那祝此和尚们 因为他已经开悟了 当然他要生极乐是很容易了 见性念佛 一定是上品上身呢 所以呢 可见了 求生西方的这种强大愿力啊 是非常重要 然后说 恒 性愿恒的这个恒词法门呢 我们的念佛形的方法呢 可以分为 持敏念佛 光相念佛 光相念佛 实相念佛 四种方法 那我们这个念佛原通章啊 其实呢 也就包含了 实相念佛 光相念佛 神明念佛 都包含了 也可以归纳为 誓词和礼词 我一大师在 《弥陀经要解》上面说呢 不论誓词礼词 实至浮除烦恼 来自见词先进 皆是一心 不论誓词礼词 词自心开 见本性佛 皆礼一心 誓一心不为见思所乱 礼一心不为二边所乱 既修会也 誓词呢 就是一心信念阿弥陀佛 句句分明 念念相续 行住坐卧 为此一念 更无二念 既一念而除证 而除重念阿弯远放下 单提佛号阿弯 以一念带万念阿弯 达到一心不乱 称为是一心不乱 礼词就是了字 能念心之外 无有佛唯我所念 所念佛之外 无有心能念余佛 人所双亡 心佛一体 名为礼词 誓一心不乱呢 其实也是有浅有身的啊 浅呢 其实就是念佛成片 最浅的就是念佛成片了 辅助了见祸思祸 虽然没有断 但是呢 见祸思祸 它不起现行呢 它不会干扰我们呢 天台中的胖教呢 就把它判为原教五品位 再往上修呢 就到了原教的初性位 到了初性位呢 就能够断见祸思祸的烦恼了 就能够啊 到了那个初性位呢 就能够断进见祸的这个烦恼了 实际上断见祸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小圣的初果 虚托还果呀 然后呢 再有原教的二性位 乃至于呢 七性位呢 这个阶段呢 把思祸呢 也断了 这也就是呢 见识先进了 见识先进了 实际上见祸思祸都断了 这小圣来说呢 就是阿罗汉了 见识先进了 这个时候呢 就称之为 誓一心不乱了 再往上呢 由原教的八性位 九性位 十性位 到呢 原教的初注位 到初注位呢 就能够明心 见信了 能够念念开显 如来葬心 能够呢 见本性佛 称之为 礼义心不乱 所以说 是一心不乱呢 不为见识所乱 就是不被见或思或所乱 人我直呢 消除了 礼义心不乱呢 是不为二边所乱 没有二边见 没有生死涅庞的 二边见对立呀 没有烦恼菩提的 二边见对立呀 双舍空有二边 全归中道 断法我直啊 那么呢 这样子呢 是称之为 礼义心不乱 理义心不乱 全归中道 通俗地说呢 修持念佛法门呢 其实就是要具足四个字 真 善 美 慧 我们以自诚恳切的心 来义佛念佛 这个就是真 所念的是一真法界 这个就是自善 是超越善恶相对的 是绝代原荣的自信善呢 是一切众生存在的本源呢 所以呢称之为自善 具有真和善呢自然就显现出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 这个就是大美呀 观无量寿佛经上说呢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辨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事故如等心想佛时 世心既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世心做佛 世心是佛 诸佛正变之海 从心想生 这个就是大美呀 有了真善美的信德显发 就会呢开启自信本距离 无穷无尽的智慧 像阿弥陀佛一样呢 变知法界的身广智慧 就会从义佛念佛心中涌现出来呀 就能够花开见佛物无身呢 欧一大师在阿弥陀佛像战上面呢有做一些记者来赞叹 如来法界葬身便入众生心想 譬如月印千江 一切有目共阳 若欲离此密针 何以舍身 树想 那么也就是说呢 如来阿弥陀佛是法界葬身呢 所以呢 我们 一佛念佛呢 必定能够 花开见佛啊 内心 般若花开 见天真佛啊 诸佛正便之海 不离众生心想 事故眼见耳闻 尽似弥陀身相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归于净土 有哪几种品味 有哪几种净土 那归于净土呢 有三倍九品往生呢 偶一大师在阿弥陀佛经要解上面说呢 仕途都有九品 那就说得很细了 修道四一心不乱呢 是不为见或施或所乱 那么 见化身阿弥陀佛 灵命中时呢 感得化身阿弥陀佛 以及呢 化诸圣众 现前 晚生凡胜同居净土 方便有余净土 两种极乐世界 修道理义心不乱呢 就是不为二边所乱 不为二边见所乱呢 见报身阿弥陀佛 感得受用身佛 以及诸圣众现前 受用身佛啊 就是报身佛 报身佛有自受用报身和他受用报身嘛 所以呢 就感得他受用报身佛来现前来迎接 心不复起身死涅槃二见颠倒 没有二边见了 没有对立见了 没有身死与涅槃的相对见 没有烦恼与菩 烦恼与菩提的相对见了 断二边见了 往生实报庄严禁土 长济光禁土 两种极乐世界 所以呢 这个归纳就很简洁明了 成就了四一心不乱呢 当然这个四一心不乱 他最浅的就是念佛成片呢 他将来能够往生两种禁土 就是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成就了一心不乱呢 将来往生的就是 实报庄严土 长济光禁土啊 最后呢是皆达元通 那么前面呢 那个已经把念佛三妹呢 第一修阴正果啊 都说圆满了 大师志菩萨呢 也说了他修行的自立痕 立他痕 最后呢 他就来做一个归纳总结 皆达元通 佛问元通 我无选择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 这段经文呢 我们也分做三节来学习 先说呢 佛问元通 我无选择 再说呢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最后说 得三摩地 思维第一 第一节呢 就是大师志菩萨 归纳总结说 世间谋尼佛 您在首能眼法会上呢 让诸大菩萨 大阿罗汉呢 分别来说 他们明心见性 正如元通的修行心要 我呢 无需选择 就是修念佛三昧 正元通 所以我无选择 不是说我没有选择空间 而是说我无需选择 我不需要选择 我无老选择 我就以念佛三昧正元通 什么是元通呢 就是包含 众庙是元 辨入二十五有呢 称为通啊 所以我无选择 无事无需 不需要像阿若交成儒 选择物生成 而正元通 不需要像那个阿若利陀 要选择正眼根元通 像须菩提呢 选择从一根正元通 像普贤菩萨呢 选择正二十元通 像慈地菩萨呢 由光地大而正元通 外不选六根相 内不择六根性 所以说呢 我无选择 我无需选择 我只是呢 督色六根 六用不行 唯于一绝 全信起修 全修在信了 所以说呢 我无选择 就是我圆满地修 我就以呢 我的真心本性来修 不需要呢 去光外在地 不需要呢 去光那个六成呢 也不需要呢 去选择六根里面的某一根呢 再说呢 都摄六根 敬念相继呀 这个八个字呢 是修正念佛萨妹的 妙修行路啊 是修正念佛萨妹的 窍诀呀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学修 第一个方面呢 这是大师自菩萨 特别为凡夫 指出的一条 一抄指入如来地地 妙修行路 守能言会上 二十五圣修正元通呢 除了大师自菩萨之外呢 都是选一根 或者一成 或者一大 而不是都摄六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 让阿兰来选择 适合阿兰自己修的法门 阿兰陶尊者 他在守能言法会 开始之前 他就已经怎么样 他就已经是正德出国了 已经是虚脱还国了 他已经断了建货了 已经断了三界 八十八十建货了 就等于是大学毕业了 还要进一步去读学士 素士博士 还要选一门专学专修 专门研究 所以呢 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门 但是呢 大师自菩萨呢 跟他们不同 他说原同的目的呢 不是单单为了阿兰 他是为了让念佛人归于净土 精于此界 设念佛人归于净土 而此说婆世界的念佛人 绝大部分还没有正出国 绝大部分呢 还是巨父 生死凡夫 所以大师自菩萨特垂圣意法门 教导他们呢 教导念佛人呢 修念佛三昧 就等于是直接从小学 跳到博士班 比修行方法 第二方面呢 修正念佛三昧呀 可以分为念智佛 念他佛 念智他佛 三类方法 特别是念他佛啊 慈离念佛啊 那么 由慈离念佛而纪念反光 这个是圣庙方便呢 正念佛三昧呢 更是具足寺庙礼庙啊 寺庙就是三根仆辈 收积最广啊 上上根的等觉菩萨 也是要修信愿慈明啊 下下根的 于此无名藏众的凡夫呢 也是修信愿慈明啊 礼庙呢 有三种 也就是 教法庙 正如礼体庙 勤慈庙啊 教法庙 就是慈离念佛 是了意中 无上了意的修法 那么 慈离念佛呢 是 无上了意的修法呀 不是不是教我们先去修 僧文秤圆绝秤和菩萨秤啊 而是直接修意佛秤的方法呀 直接以阿弥陀佛果地上所成就的圆满德能 来作为我献钱力一念音心作为我的本修音呢 所以这个是教法庙 然后是正如礼体庙 实名愿佛法门呢 是圆顿中最极圆顿的修法 不落剑刺 不落修行阶级呀 正如圆绝经上所说 知晃即离 不假方便 离晃即绝 义无剑刺 这个是最极圆顿的修法呀 就是念佛见佛成佛 没有 没有很多的这个 修行阶级呀 行词庙呢 就是指 词明念佛法门是方便中 第一方便的修法 行住坐卧都能修词啊 不离佛法 而行识法 不废识法 而正佛法 随时随地呢 任何时候就可以修 任何时间都可以修啊 那么这个是指 教庙礼庙行庙 我们修行无非就是 教理行果 或者说呢 信解行证 教庙礼庙行庙呢 当然所证的果呀 就必然庙啊 果呢 就是往生不退 一生成佛啊 可见念佛三昧呢 确实是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第三方面呢 就是督色六根的基础条件呢 是要严守四种 亲近明慧 也就是不赢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妄语 守能言法会上面呢 佛告阿兰 六道众生 其心不赢 则不随生死相续 入修三昧 本出尘劳 你来修行三昧啊 修行三摩地啊 是为了超出尘劳啊 迎心不除 尘不可出 众有多字禅定现前 如不断营 必落魔道 辱交四人 修三摩地 先断心营 世民如来 先佛世尊 第一决定 清静明慧 那我们居四地 这个五戒呢 那个 那个迎戒呢 是借邪迎 不借正迎 但是如果要修正 念佛三昧 他的迎戒呢 是借邪迎 也借正迎 借迎恒 也借迎心 那么要借 这个迎行啊 行为 这个容易守啊 但是呢 要借迎心不起呢 就是不容易啊 心念都不起 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的 督色六根呢 所以 这个守好四种 清静明慧呢 是督色六根的基础 是六用步行 为于一绝 转地六意识 为妙光察制的基础 第四方面呢 说 敬念相继呀 敬念相继呢 其实包括了 敬念献前和敬念相继两部分 首先应该是敬念献前 我们督色六根 然后六用步行 为于一绝以后呢 这个敬念就献起了 这个时候呢 就把第六意识里 这个分别转为了妙光察制了 这样子呢 才是纪念献前啊 是清静心献前啊 就是见性啊 但是这个见性呢 还只是开始 并非结束啊 因为见性以后 还有习气相残 无始无明习气 缠绕啊 所以呢 要以妙光察制来绝照 使我们敬念相继呀 昨天也讲过了 其实有几个阶段 首先是保持 然后是认识 保持呢 还有有功用行 刻意去保持 敬念相继 后面呢 是认识 认识以后 更进一步呢 就是住啊 第三个阶段 这个时候好像 好像一轮明月 选在避空一样 周围呢 都是避空 一轮明月呢 历历孤明啊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那个 保持呢 敬念相继 来掌养开悟之心啊 不但是白天清醒的时候 要能够念佛 敬念相继 晚上睡眠的时候呢 也要修阿弥陀佛 睡光明法 保持呢 睡眠之中 也能够敬念相继呀 中国净土中的二主 善导大师呢 有教导 修睡光明法的方法呀 有一篇 零碎入逛 理想发愿文说 弟子自是生死凡夫 罪障深重 轮回六道 苦不可言 金玉知识 德文弥陀名号 本愿功德 一心称念 求愿往生 愿佛慈悲不舍 哀怜射受 弟子不识佛身 向好光明 愿佛示现 令我得见 其见光阴世智 诸菩萨众 比世界中清静庄严 光明妙相等 令我寥寥得见 这样子的零碎发愿文 自成恳切 向阿弥陀佛祈祷的话 就能够相应了 我们每天晚上 临入逛以前 要能够保持正念 要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或者光修西方极乐世界 一报正报庄严 或者光修阿弥陀佛 向好光明 然后在这个光明之中入睡 就能够入睡光明 当然方便的方法是 可以睡之前的光想 阿弥陀佛在我们的床头 在我们的床头 然后放光加倍我们 然后当然你一直能够有这么一个光修 当然你睡眠时候就不会放异 因为阿弥陀佛在床头 放光加倍我 加倍法见 所以我就会一直能够正念入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应该要就在床上 不要下床 就在床上 向床头顶礼三拜 然后也可以观笑阿弥陀佛 化为光融入我身 那么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诸佛如来的法身 法性与我是一体无别的 所以放光融入我身 这样子关键是要能够深信切愿 不要有攀缘心 望求心 只要这样子祈祷 一定能够入睡光明 这样子就能够保持在睡眠之中 也能够静念相继 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 念佛功夫有一分 功夫有十分 那我们生病的时候呢 十分功夫只得一分 只有一分得力 我们生病的时候呢 有十分功夫都能够保持正念 那我们在睡眠之中呢 功夫恐怕也是只有一两分 因为睡眠的时候 这个习气种子冒出来 难以保持正念 所以修睡光明法是很好的方法 睡眠之中功夫都能得力呀 到你命中时呢 功夫也仅得几分呢 所以要能够呢 二六十中都能够静念相继呀 就必定能够得神净土 当然 这样子持续用功呢 一定会能够豁然开悟 能够呢 成就 见本性佛 最后呢 是说得三摩地思为第一 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是 大师智菩萨说呢 佛问成就三摩地 正元通的法门 我认为呢 所有三摩地之中 以念佛三摩地为最上第一 三摩地呀 就是定会等时 也称为三摩 佛一大师说呢 念佛三摩 明报王三摩 三摩中王 凡偏缘全时 种种三摩 无不从此三摩流出 无不还归此三摩门 佛一大师 在那个 他的教会里面呢 把他分得很细 这个偏缘全时啊 三摩 然后呢 又可以啊 又可以分为呢 那个念智佛 念他佛 念智他佛 那么这么乘起来就有12种 来自于按照仕途呢 又有48种等等等等 更进一步开呢 就开为144种念佛三摩等等 分得很细啊 那我们因为那个是有很深入的天台中的理论呢 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 总而言之呢 他从理论上面就能够建立 一切的三摩呢 都从念佛三摩流出 而无不呢 还归念佛三摩 还归念佛三摩 而事实上呢 大师自菩萨的 念佛三摩 和观世音菩萨的金刚三摩 其实呢 都是守能言定的 都是自信定的 不讲造作 而亘古如是的 与自信相应的定的 所以呢 是最殊胜的 那么可见呢 念佛三昧思为第一啊 第二方面呢 是修持净土法门 我们要痛念无常 要有紧迫感 才容易入道 容易与法相应呢 世间人平时最执着 认为最大的事情呢 都抵不过一个死字啊 千万个死抵不过我一修 千万个修抵不过我一觉 抉择星空是最上福德啊 众苦只缘不绝 极乐无过民心 所以我们心的觉悟 是最关键的 修念佛三昧呢 是最了意 最圆顿 最方便的 民心见性觉悟之法呀 第三方面呢 是修净土法门 要深信切愿 信有六信 其中信他呢 是深信阿弥陀佛 愿力不可思议啊 正如念佛原通章所说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母亲爱护子女 这是天性啊 是绝对的 不是相对性的啊 而是绝对性的啊 佛互念众生也是如此啊 不是我一佛念佛 佛才会互念我 不是这样子的相对性交换 而是无论我多么顽劣 佛呢 只要我一念回心啊 深信切愿 念阿弥陀佛呢 必定得往生啊 因为阿弥陀佛对众生的这种 悲怜互念是绝对性的啊 不是相对性的交换啊 要有在这一层上面的想的通透呢 必定会具足信心啊 偶尼大师说呢 执持性愿 庄严一身阿弥陀佛 转劫着为亲近海会 转剑着为无量光 转烦恼着为长寂光 转众生着为莲花化身 转命着为无量寿 故一身阿弥陀佛 继释迦本思 与五浊恶事 所得之阿洛多罗三妙三菩提法 经以此果决 全体受与浊恶众生 来诸佛所行境界 唯佛与佛能究竟 这个呢 就说的非常透彻 非常圆满了 所以应关法是称赞呢 偶尼大师弟 弥陀要解呀 阿弥陀金要解呀 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来做注解呢 也不过如此啊 确实确实是 那么就能够呢 我们以信愿庄严 庄严一身阿弥陀佛啊 就能够转五着为五清 转劫着为亲近海会呀 转剑着为五亮光 剑着就是斜剑真圣呢 把这个斜剑真圣转过来 因为斜剑真圣都是凡夫的分别念 尤其是现在 因为这个资讯非常发达 所以呢 凡夫的这个分别念 更加赤圣 有各种各样的呢 观点想法 然后让众生呢 就迷惑在这些 知见的丑灵里面 现在这些种种凡夫分别念的 森林里面呢 迷失道路 找不到头了 所以呢 心迷路了 凡夫正圣如果一直向外去攀缘 天天去搜索种种资讯 但是从来不知道向内去观察自己的心 这样子呢 他一定会陷到这个 知见丑灵里面去难以解脱啊 这个就是见着啊 所以邪见真圣啊 能够一念回心 难见阿弥陀佛呢 就能够转为无量光啊 就能够开启自信本距离 无量的智慧啊 转烦恼灼为常际观 转众生灼为莲花化身啊 众生灼呢 就是后世的众生 这个身体啊 更加雷若 精神呢 更加的散乱 分别念赤圣 众生灼啊 转过来呢 为清净的莲花化身 转命灼为无量寿 命灼就是寿命短处啊 能够回心阿弥陀佛呢 当下即是 开显自信的无量寿啊 我们的真心本体呢 是无量寿啊 那么 如是因如是果啊 当来必定生净土 得无量寿命 一生成佛啊 所以最后呢 我一大学做了一个归结 所以说呢 一生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五着恶事之中 所证的呢 无上正等正觉之法 所成就的呢 阿洛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以这个果觉 以果地上成就的五分法身相 一切总之智慧光呢 融入到一具佛名之中 全体受语作恶众生 令众生得解脱 所以说这个是 像母亲爱护子女这样子的天性呢 所以说我们修行孝道呢 也能够成就 因为父母对子女的这种爱护 子女对父母的孝顺 都是出于天性呢 这种天性不扭曲 然后扩大到一切人 而且呢保持不退 这样子呢 与天性相应也一定可以成就啊 所以要能够从这个层面呢 来具足信愿 信愿痕 因此呢主持大德就归纳 净土修行的窍诀说呢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持佛名号 这是我们能够往生净土 必生净土的十六字觉呀 那么我们对于大师之菩萨 念佛原通章的修学呢 到此地呢就圆满了 我们感恩三宝的加倍 感恩阿弥陀佛的 也感恩常住 愿我们与会大众和法界众生呢 都能够肃赠焰佛三昧 同身极乐净土 愿将东土三千界 同众西方九品莲 大众呢 皆得上品上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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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